哈囉各位親友朋友早上好 我是爸爸超人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9號禮拜五 今年度最後一天的工作天 OK 那我們今天有請師傅來幫我們修鐵門 鐵門已經壞了好幾天了 今天終於來修了 感謝 辛苦了 好 最後一個工作天 接下來跟同事們見面 就是2024年元旦之後 今年的話 我覺得 錢 我覺得錢也是有賺到 今年的話 業外收入還算可以 今年的話 因為我在上班的關係 所以我就 完全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 投資 全部都是很單純的 就是透過公司的收入 然後還有下班之後的意外 因為如果說投資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會影響到我的心情 所以我就沒有在做這個部分的操作 就是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就是上班 然後下班之後 夜晚就這樣子而已 OK 那 那收入的話 還算可以穩飽 家庭開銷大 我覺得可以穩飽其實就算滿滿足的 OK 這個 4 3 還有 還有誰 請先來上班 大師兄 早就上班了 就這樣 各位朋友 愉快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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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